明星命运观 而龚俊却没有什么幸运了 最近在采访主持人问他 关于自己喜欢的歌手邀歌的时候 评论区中粉丝开启了无情的嘲讽模式 让人真的是哭笑不得 最近龚俊和张慧文主演的新剧 《尼奥火焰蓝》正在热播中 这部剧中龚俊首次挑战消防员的人物设定 这幅上升让大家都觉得很惊艳 不过让大家更加惊艳的是 龚俊不仅主演了这部剧 还为这部剧献唱了主题曲Sweet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担心了 毕竟之前龚俊的我喜欢你呜呼 还在耳边萦绕着 本来以为会翻车的 最后龚俊竟然和好听一起登上了热搜 看到这样的词条 相信大家一定都忍不住 想要点进去看一看了 龚俊在最近的采访中还被问到 有没有想过像周杰伦或者王力宏等人邀歌 喜欢龚俊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非常喜欢王力宏和周杰伦的 之前还曾为周杰伦打榜 能够看出问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也是做足了功课的 不过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龚俊的反应能够暴露出 他是没有做过任何准备的 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龚俊先是震惊中带着窃喜 随后他又表示 这也太大胆了 龚俊的反应真的是太真实了 采访过程中主持人一直都礼貌地表达了对龚俊唱歌的赞赏 而龚俊虽然一直在谦虚 也能够看出他心里很开心 不过评论区中的粉丝朋友们却在无情地嘲笑 看到龚俊的粉丝朋友们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中最清醒的粉丝了 评论中粉丝直接表示夸龚俊其他的都可以 但夸他唱歌好听 他是容易当真的 看到粉丝这样无情地嘲讽 不知道龚俊本人会是怎样的心情了 而且粉丝还都不忘加上狗头表面的表情包 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次龚俊献上主题曲之后 还被李荣浩关注了 真的是有一场惊喜和梦幻灵动了 难道李荣浩也有意想和龚俊合作吗 不过这一次龚俊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之前龚俊还答应粉丝 两千万福利就是唱周杰伦的夜曲完整版 看来最近龚俊也在很努力地练歌 最近龚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提到了很多关于日常生活的事情 私下的龚俊是很自由的 他不会刻意去社交 反而很向往简单的生活 通过他的采访能够感觉到他的真诚和简单 私下他还会和以前的朋友一起玩 和喜欢的亲朋好友一起自驾游 也不会为了复杂的人际而分呢 能够感觉到龚俊的心态真的是非常好的 总觉得他一直都是这样简单的快乐着 总是很容易满足 而且他的这份快乐也能够感染着大家 转年后人们的灾码 和祸集里面 一任 凡日子 整里面 都给了LL 祝了 開主 跟 神